真要講第一季他們就問過我了 但是我真的傷非常多 還是要考量到 我的工作的需求 因為我不可能為了這個去冒險 因為我還有歌要出 還有戲要拍 肩頸的傷 韌帶的傷 我韌帶開過三次刀 一直找他講真的蠻累的 然後有時候想要放空 發現不行耶 對 然後跟網友互動蠻有趣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歷史性的一些反饋 然後你才會知道 大家的想法跟 節目播出的時候 當下他們可能聽覺上面 或視覺上面有什麼想要表達的這樣子 還是會有一些故意上面去戳你的 對啊 就直接略過這樣子 我現在是 我不是怕這個 是覺得啊 沒有必要去看他這樣子 自動打馬賽克 但是會怎麼說 馬賽克 很多啊 包括來賓也會啊 或你或來賓都有 對對對 他想 又有一些可能會說 啊我想 我比較想要聽 某一組藝人 並不想聽現在這一組 對啊 就是有一點會有一點點沒禮貌 對 但大部分都很好 因為這一次真的是 我覺得很久沒有這樣的舞台啦 然後讓很多很多 很久沒聽被聽見的好聲音 或是真的很努力 也是好聲音 但是少了很多的機會的朋友 他們可以在舞台上面表現 有一些反而是給你一個反轉 就是有一些以為 你會以為比較難接近的 反而他們自己 蠻多話的 裴安哥啊 嗯 因為 會有一個 世代感 對 但是仔細想想 他一定也經歷過很多 節目的洗練 所以 可能是我自己害怕的 我接下來還要再做一個品牌 然後 這個品牌他 需要一些圖案 那很多時候他們 就會讓這個圖案去跑數據這樣子 就是一個大數據的時代 然後我就會心裡有很多的不舒服 我就覺得說 所以說 如果這個數據不好 但是這個圖案很好 你就要放棄它了 好像就是變成 我們 被這個 所有的大數據 所有的AI都 綁架住 對 所以這件事情也讓我們 一直在思考 它有可能會變成 我下一首歌的 靈感 我覺得這個舞台 是需要被 保留的 對 因為我們其實 AR跟VR的東西 還沒有玩那麼多 我真的是希望 就是大家 多鼓勵這樣的一個 合作的模式 因為我覺得 要跟上時代 5G時代有好的東西 我們可以去把它保存下來 真要講第一季 他們只有問過我了 但是我真的 尚非多問 還是要考量到 我的工作的需求 因為我不可能為了 這個去冒險 因為我還有 油藥廚 還有西藥牌 這些都是在他們 第一次問我的時候 我們團隊 都在考慮的事情 肩頸的傷 韌帶的傷 我韌帶開過三次大 打籃球 我是運動狂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飛樂海一樣 好像歌手 跟運動狂 好像話不上等號 但是我也是參加過 北市運動那一種 然後有時候 我要打那個 字體蛋白 那一針很貴 我以前是那種 打球可以打 從中午12點到晚上12點 沒有停 然後全身抽筋的那一種 有一點太不愛惜自己 然後 以為自己年輕 所以就 隨便 隨便操這樣